不道九 梵祭坛所体现出来的信仰 出埃及记二十七章一到八节 你要用造假木做坛 这坛要四方的 长五轴 宽五轴 高三轴 要用造假木做坛 要在坛的四拐角上 做四个角 与坛连接一块 用铜把坛子包裹 要做盘 收取坛上的灰 又做铲子 盘子 肉叉子 火顶 坛上一切的器具 都要用铜做 要为坛做一个铜网 在网的四角上 做四个铜环 把网 把王按在坛四面的腰围板以下 使王从下达到坛的半腰 又要用造假木为坛做杠 用铜包裹 这钢要穿在坛两旁的环子内 用以台坛 要用板做坛 坛是空的 都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做 我想讨讨论一下 梵祭坛所体现出来的信仰 当以色列民违反了613款神律法和戒律 当他们认识到自己罪念时 他们就根治神制定的献祭制度 为神做没有缺陷的献祭 他们做这些献祭的地方就是梵祭坛 换言之 以色列民通过将手按在无缺陷的动物头上 切开深处的喉咙 使其流血 血洒在梵祭坛的脚上 其余的血浇在地上 在坛上焚烧动物的肉体 便可以获得贼的赦免 梵祭坛的宗教含义 梵祭坛长和宽2.25米 高1.35米 是用造假木制成的 并铺上青铜 当以色列民看见梵祭坛时 他们认识到自己肯定要受到审判 是不能回避定罪的 就像献祭动物一定要死一样 他们认识到自己也因罪念而死亡 但他们还认识到 弥赛亚将降临世间 像献祭牲畜一样 因他们的罪念而受审至死 梵祭坛是我们救世主 耶稣基督的影子 就像因按手流血 使没有缺陷动物牺牲一样 耶稣作为神儿子降临世间 承担了所有罪念的审判 就像旧约圣经中献祭牲畜 通过按手流血 首接受的罪念一样 他把天下所有的罪念 斩驾到自己身上 通过接受约翰的洗礼 在十字架上流血 承担所有罪念的审判 凡祭坛通过这种方式 向我们所思 耶稣通过洗礼 将我们所有罪念 斩驾到他自己身上 在十字架上死亡 死后重生 从而拯救了我们 通过这种方法 凡祭坛向我们所示 耶稣通过洗礼 将世上所有罪念 斩驾到他自己身上 在十字架上死亡 死后重生 从而拯救了我们 为了宽受他们的罪念 以色列民在凡祭坛上 做献祭 当人们阅读 列为祭第四章时 我们发现 无论什么时候 大祭司 以色列会众 统治者 或者任何普通人犯罪时 他们都通过为神做献祭 将手按在动物的头上 窄杀 流血 将血洒在凡祭坛的脚上 其余的血浇在地上 将献祭带到凡祭坛上 从而获得罪念的赦免 事实上 凡祭坛是以色列民 每天守罪的地方 没有一天不忙碌的 要清除罪念的以色列民 先准备一只没有罪的动物 并作为献祭 在凡祭坛上献给神 通过将手按在动物的头上 并作为对这些罪念的审判 切开喉咙使之流血 从而将罪人的罪念 斩驾到献祭动物身上 然后祭司将献祭动物的血 撒在凡祭坛的脚上 在凡祭坛上焚烧肉体和脂肪 这就是以色列民 获得罪念赦免的方法 无论是谁犯罪 不管是以色列民的领导 大祭司 普通的祭司 整个会众 还是任何的普通人 只要犯罪 他们都得在凡祭坛上 为神提供献祭动物 作为献祭 如公牛、三羊、公羊 他们才可以获得罪念的赦免 罪人或作其代表 得将他们的手 放在祭坛的头上 窄杀 然后将他的血 撒在凡祭坛的脚上 将其余的血浇在地上 焚烧祭坛的肉 从而赦免他们的罪念 因此 使得人都将祭坛 带到凡祭坛上 在献祭坛上按手 放血 然后交给祭司 在祭坛上奉献祭坛时 这些祭坛应该是没有缺陷的 这人要给神做奉献时 他们得确信 带到神面前的动物 是没有缺陷的 仅通过在这些 没有缺陷祭坛的头上按手 他们的罪念就斩架到了祭坛的身上 一般的说 犯罪的人得把他们自己的手 按在祭坛的头上 但当整个以色列会众犯罪时 会众的长老就将手 按在祭坛的头上 类味记第四章十五节 当然 按了手的祭坛得切开喉咙 流血 最后在凡祭坛上焚烧 燃烧肉体 脂肪和木头的烟雾 始终充斩着 凡祭坛的周围 凡祭坛的脚和下面的地面 被献祭动物的血浸透了 凡祭坛是向神做献祭 清除以色列民罪孽 赦免他们罪过的地方 烟雾宠未停止飘扬的凡祭坛 长河宽均位2.25米 高1.35米 中间置有铜网的壁楼 壁楼上木头焚烧祭坪 产生的烟雾 鸟鸟升空 因此 焚烧献祭 向神做奉献的壁楼 就是凡祭坛 凡祭坛的器具 全部用青铜制成 凡祭坛的器具 是用与筹成的 全部用青铜制成 凡祭坛是用造假木 加铺青铜制成 所以凡祭坛及其器具 全部都是用青铜制成 凡祭坛的青铜 肯定具有一种宗教的含义 青铜只在神面前 对罪孽的审判 因此 凡祭坛是向我们 所示罪人罪孽 肯定受到审判的地方 毫无疑问 神肯定会审判 罪人的罪孽 献祭深处 替罪人审判罪孽 被焚烧的地方 称为凡祭坛 凡祭坛本身 及其器具 全部都是用青铜制成的 这些东西告诉我们 每种罪过都必须伴随着审判 凡祭坛向我们所示 由于人们的罪恶 他们注定要受到审判 死亡 但若向祭坛带出献祭动物 献给神 他们就可以清洗罪孽 获得罪孽的赦免 并由此重生 在祭坛上牺牲献祭品 向我们表明 耶稣洗礼和他的血 已经宽受了信徒的罪恶 因此 这种在凡祭坛上 做献祭的信仰 一直延似到新约圣经时代 耶稣洗礼和血的信仰 当我们相信耶稣为我们的救世主时 我们当向神表示 相信耶稣洗礼和他的血 赦免我们罪孽的信仰 在旧日圣经中 这种信仰可以追溯到 打开和卖入 有蓝色、紫色和周红色线 及西方亚马沙编织而成的 会幕院子大门的信仰 所有在凡祭坛上 牺牲的献祭品 都象征着耶稣基督 耶稣降临到世间 做些什么呢? 我们是有罪的 我们因违抗神而犯罪 违反了他的律法和戒律 为了清除这些罪孽 耶稣基督接受约翰的洗礼 将世间所有罪孽 涨嫁到他自己身上 在十字架上流血 在十字架上死亡 死后重生 从而拯救了我们 我主降临到这个地球上 完成了我们的拯救 然后升入天国 就像献祭谁按手 涨嫁了以色列民的罪孽一样 耶稣降临世间 作为无罪的祭品 接受洗礼 然后得以在十字架上流血 并替我们死亡 伤熟和双脚被钉在十字架上 流血为我们承担罪孽的审判 替我们罪顾的审判 因此他从罪孽和审判中拯救了我们 成为凡祭坛真实物质的耶稣基督 降临世间时 做了些什么事呢 耶稣基督通过洗礼 将我们所有罪孽 斩驾到他自己身上 被钉在十字架上 并在十字架上死亡 死后重生 从而拯救了我们 我主降临到了这个地球上 完成我们的拯救 然后升入天国 我们只能每天犯罪 凡祭坛还有另外一层含义 即上升 事实上你我每天都犯罪 因此我们得经常为神做献祭 正因如此 审判我们罪孽的烟雾 会不断地升向神 有没有那么一天 你不再犯罪而完美地生活着呢 以色列民连世不断地做献祭 一直到祭司 因做这些宽受以色列民 守不清罪孽的献祭 而疲惫不堪 再也干不动了的时候 由于以色列民 每天违反了戒律 和违抗神而犯罪 他们得每天做献祭 代表着以色列的谋喜 向以色列民宣布了神的613款律法和戒律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 为圣洁的国民 出埃及记十九章五字六节 然后以色列民承诺道 耶和华所说的 我们都将执行 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八节 所以 以色列民要承认和相信 这位真实的神 在母喜身边显现 并通过母喜和他们说话的神 他们要这位神保护自己 通过遵循神对他们说的话 他们还要成为神宝贵的财富 还要成为归属于神 祭司王国和圣洁之国 因此 他们想方设法 遵循神赐他们的戒律 是不是神早已知道 以色列民要犯罪 他当然知道 这就是神为何要召唤 母喜上西奈山的原因 并显现会幕给他看 详细解释 其结构小于他建筑 而母喜则根据神的要求 建筑了会幕 他还建立了献祭的制度 通过会幕里的献祭制度 人们为神提供了献祭 当以色列民向神守罪时 他们得向神敬献公牛 绵羊 斑鸠或鸽子 除了极少受虑外 他们得确信通过按手 将罪孽涨价到献祭品身上 立位祭第一章 一字四节 然后割开喉咙 并把血交给祭司 他们的祭司拿着这个血 撒到凡祭坛的脚上 将其余的血交在地上 将献祭品切成一片片 然后放置在坛上 通过焚烧 净献给神 这就是以色列民得到 罪孽宽瘦的过程 当焚烧祭品时 他们不仅要焚烧其肉体 他们还把内脏和肝脏剥下来 脂肪全部烧掉 就这样 神宽瘦了以色列民的罪孽 获得罪孽赦免的唯一办法 当我们看看自己 事实上 我们全部都能认识自己 只能一直犯罪 我们活着就总是犯罪 我们因各种不同原因而犯罪 或者因为我们软弱 缺点 贪婪 或者因为我们权力固于庞大 即使在信仰耶稣 为救世主的信徒中 也是没有不犯罪的 即使相信神 我们也这般犯罪 我们洗脱这些罪孽 并得拯救的唯一办法 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洗礼 他本身是神 是借着随语学而降生的神 约翰前书第五章第六节 他借着蓝色、紫色和桌红色线 和西方亚马沙而降临世间 作为凡祭坛的献祭品 当耶稣通过洗礼 将我们所有的罪孽都斩驾到他自己身上时 他在十字架上流血 为我们偿还了罪的公价 并在十字架上死亡 我们怎不能借信仰获得罪孽赦免呢 因为弥赛亚、耶稣基督的拯救 借信仰 你和我可立即获得了罪孽的赦免 虽然我们死终犯罪 但由于耶稣降临世间所完成洗礼 和他的血的拯救 我们摆脱了这些罪孽 我主通过洗礼 将所有罪孽斩驾到他自己身上 将这些罪孽背负到十字架上 被钉在十字架上 从而完全赦免了我们的罪孽 为了我们罪孽而施洗 因被钉在十字架上 而承担了我们罪过 且死后重生 他完成拯救了相信这些真理的我们 虽然我们不能回避对罪孽的审判 但由于耶稣通过蓝色、紫色和周红色线 赐于我们拯救的爱及怜悯 使我们得以借着信仰而得救 换句话说 神拯救我们的罪孽 借着对他的信仰 我们被赦免了所有的罪孽 这就是梵祭坛告诉我们的一切 你或是会想 在会幕中一切都是漂亮的 但当你轻身跨入会幕院子时 你就会遇到出乎意料和令人揍呕的景象 巨型的青铜巨梵祭坛 随时有喷出烟与火的危险 青铜祭坛死终等待着罪人 地面被雪沁吐 任何人都会认识到这是审判罪孽的地方 由于这个地方是每天献祭的地方 你会被肉体和木头焚烧的恶臭熏导 在梵祭坛的下面 血流成河 任何时候以色列民犯罪 他们都会将献祭动物带到会幕 通过按手将罪孽斩驾到动物身上 割开喉咙流血并把血交给祭司 然后祭司将血撒在梵祭坛的脚上 把其余的血交在地上 然后他们将祭瓶切成片 他们将肉体连同腰子脂肪 放入壁楼内焚烧 当血流出来时 起初是流体鲜艳流动 不久便开始凝固 变得相当粘稠 如果你曾进入会幕 你就会看见这令人毛骨悚然的血 无论什么时候 以色列民违法神的戒律 通过反祭坛认识到自己将像坛上的祭品一样死亡 为什么 因为神通过血与他们立约 如果你能遵循我的律法 你就成为我的名和祭司的王国 但如果违反了我的律法 你必须将像这祭品一样死亡 这就是神用血确立的约 所以以色列民接受他为既定的事实 如果他们犯罪或违反律法 他们就得流血 事实上 不但以色列民 而且相信神的人也都得为他们的罪过 奉献祭品的血 他向我们表明 任何人在神面前犯罪 并因此在他的内心有罪孽 不乱罪孽的深重 我们都必须面对审判 虽然在神的面前审判的律法 罪的公价就是死亡 对每个人都适用 事实上 使得人因制怕神的判决 而选乏冒犯神 献祭制度所体现出来拯救的律法 凡基坦告诉我们 根治罪的公价是死亡 这也律法 耶稣借会幕院子大门上 所使用的蓝色紫色和桌红色线 及西方亚马沙 拯救了我们罪孽和审判 为了死中犯罪 和因罪必时接受审判的我们 耶稣以肉身降临世间 通过接受约翰洗礼 将人类所有的罪孽 斩架到他自己身上 把罪孽背负到十字架上 被钉在十字架上 并在十字架上死亡 承担了极大的折磨和痛苦 从而拯救了你和我的罪孽 是因为耶稣牺牲了他自己的身体 并由此拯救了我们 使你我可以借着信仰赦免我们的罪孽 换句话说 为了那些因罪 只得面对死亡的人 耶稣基督才通过洗礼 将他们所有的罪孽 斩架到自己身上 被钉在十字架上致死 却死后重生 从而拯救了他们的罪孽和审判 当我们看见这座梵祭坛时 我们就有了这种信仰 看见梵祭坛上始终奉献着祭品 我们就会认识并相信 即使因日常罪孽得死亡 神也不会将我们变成祂的祭品 相反 神降临到这个地球上 完成了我们的拯救 通过洗礼 在十字架上流血 却死后重生 耶稣拯救了我们 这就是为什么 圣父接受了以色列民的献祭 并宽受了他们的罪孽 而不是审判他们罪孽的原因 以色列民通过按手 将他们的罪孽 斩架到祭品身上 宰杀 向他献血 献肉体 献脂肪 神宽受了以色列民的罪孽 通过献祭 神清洗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这就是神的怜悯 和祂的爱 神不仅仅用律法审判我们 如果神要根治祂的律法审判 你、我和以色列全民 那么 还有几个人能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呢? 如果神仅以祂的律法 衡量和审判我们 我们没有人甚至可以生活一天 我们中绝大多数人 不能生活24小时 而会在几分钟之内死亡 一些人可能会在 一个小时之内死亡 而另外一些人 可能掩饰10个小时 但这没有什么差异 两种情况都说明 我们注定要死亡的 百姓就不会活得那么久了 不会活到60、70、80岁 甚至更残寿 因为每个人都将立刻受到审判 想一想今天早上发生了什么 你的儿子挣扎着起床 因为他已经通宵打蛋的聚会 你的妻子正想办法弄醒他 一场争吵就开死了 儿子吼叫着吵醒他了 妻子抱怨儿子对他的吼叫 接着早晨的战斗就开始了 最后母与子都在神面前 以犯罪而告终 但他们受到罪孽的审判 那么两人都不会度骨惊天 但神不仅仅用义的律法 对待我们 他没有按我们罪过待我们 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 诗篇103章第10节 神不是用义律审判我们 而是为我们准备了献祭的制度 以完成他的义律 通过按手使我们的罪孽 涨嫁到祭品身上 让我们为他提供祭品的血 而不是我们的生命 神接受了献祭的生命 而不是我们的生命 赦免了人类所有的罪孽 包括我们的罪孽和以色列民的罪孽 将我们从罪孽中拯救了出来 并使我们重生 拯救信徒的罪孽以后 神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子民 神就是这样 使以色列民变成了天国的祭司 这里的献祭制度就是指耶稣 由于我们的罪 耶稣基督成了献祭的祭品 为了拯救我们免遭罪孽的审判 他通过洗礼将我们所有的罪孽 斩驾到他自己身上 在十字架上流血 死亡 为了拯救我们的罪孽 神唯一的亲儿子 以肉身降临到了世间 通过洗礼成了祭品 一切遵循父的意志 通过接受约翰的洗礼 将人类所有罪孽 斩驾到他自己的身上 将天下的罪孽 背负到十字架上 被钉在十字架上 并在十字架上流血 从而牺牲自己 且死后重生 耶稣完全地拯救了你我 当我们听到拯救的话语 告诉我们说 耶稣替我们接受洗礼 被钉在十字架上 且三天后重生 我们的心灵受到了 极大的鼓舞 由于他是无罪的 反而替我们接受了洗礼 斩驾给他所有的罪孽 作为这些罪孽的公家 他承受了所有的迫害 压迫痛苦折磨和最终的死亡 实际上所有的一切都是替我们遭受的 当耶稣这般拯救了我们的罪孽 没有东西可以恶毒过 不相信这个真理的了 我们必须相信 借着蓝色紫色和周红色线的拯救 当耶稣通过洗礼 替我们承担了罪孽 及对这些罪孽的审判 当他替我们牺牲自己 拯救你我的罪孽时 我们必须有这种信仰 对他说 谢谢你我的神 虽然使得人亦被爱情故事 生活故事或忠心的故事所感动 但面对神无私的爱 他们却冷若冰霜 当神的恩典如此之质大 他为了我们而接受洗礼 并在十字架上死亡 仍有些人像牲畜一样 不失他的恩典 不感谢他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临世间 因我们而成为祭品 他通过洗礼 将我们所有罪孽 涨嫁到他自己身上 在十字架上 牺牲自己的身体 他为了我们遭受耳光 被剥得一丝不挂 受残害 受压迫 他就是这样拯救我们的 是相信这个真理 才使我们成了神的儿女 这是最令人受鼓舞的 是语言难以表达神的恩典 这就是神如何拯救我们 而使我深感悲哀的事 使得人在这么听说后 仍然不相信他 不感谢他 因为耶稣降临到这个世间 接受洗礼并牺牲自己 使你我被拯救出了罪孽 因此 以赛亚书53章第5节说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我们整个一生都在犯罪 为了将我们这些 不能回避审判的人 从罪孽 审判 毁灭和诅咒中拯救出来 神将天国的日祝 抛到脑后 大老远降临到这个世间 他在约翰的面前 低头 施洗 将罪孽背负到十字架上 遭受了极大的折磨 使内心的血流到大地上 死后重生 为我们成了祭品 成为我们拯救之真神 你是否想过这个问题 并将之生埋在内心呢 当你听到神的话语时 你只有相信 并在内心感到极大的鼓舞 既耶稣确实已肉身降临世间 他接受洗礼 被钉在十字架上 复活 从而从罪孽中拯救出他的子民 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们是注定下地狱的 我们就能在内心认识到这个拯救是多么的令人鼓舞人心 和令人感激 虽然我们要相信神 要成为他的子民 但我们没办法做到这点 但对于寻求罪孽赦免的你我来说 他通过真理的语言 遇见了我们 即耶稣降临到这个世间 接受洗礼 在十字架上死亡 三天后重生 如果没有耶稣的牺牲 我们怎能获得拯救呢 我们绝不能 如果没有耶稣的洗礼 和十字架上的血 如果没有会幕中所揭示的蓝色 紫色和周红色线 及西方亚马沙的拯救 那么拯救对于我们来说 就如同黄粮梦 如果没有耶稣的牺牲 我们就绝不可能摆脱我们的罪孽 及其审判 只能永远地被泡入到 冗恒的地狱之火中 遭受折磨 然而耶稣为了我们 牺牲了自己 就像旧约圣经中的 献祭品一样 新约圣经所完成的 蓝色线 紫色线 和周红色线的拯救 亲爱的独子 你绝不能忘记 会幕中所使用的 蓝色紫色和周红色线的真理 西方亚马沙 就是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中 神的话语 神很久以前亲自承诺 祂将作为救世主 降临到我们中间 而且耶稣基督 遵循了这个诺言 确实降临世间 蓝色线告诉我们 耶稣降临到这个世间 通过洗礼 将我们所有罪孽 斩驾到祂自己身上 换句话说 祂是根治拯救出 我们的罪孽 免除对我们的审判 这一承诺 结束洗礼的 为了将我们的罪孽 及天下每个人的罪孽 都斩驾到自己身上 祂接受了约翰的洗礼 确实承担了 天下所有的罪孽 我们绝不能忘记掉这一点 如果我们忘记了 耶稣这位祭贫降临 并通过洗礼 将我们所有罪孽 斩驾到祂自己身上 那就不曾再拯救了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常常对自己 有着极大的信心 人们的心境就是这样 虽然他们不能忍耐 听别人猜施 但自己却总是乐于猜施 终于到来了 我不再猜施自己 而夸耀别人的时候 这就是耶稣 借着蓝色紫色和周红色线 及西方亚马莎 拯救了我们 我感激耶稣之情 换句话说 我开始夸耶稣 现在我全拨和尽力夸奖耶稣 他降临世间 通过洗礼将我们的罪孽 斩驾到他自己身上 耶稣借他的洗礼 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神就是这般拯救我们的 我不会错古夸奖这个真理 全拨这个真理 并把一切恩典献给神 然而有十多人 虽然也承认相信耶稣 全拨神的话语 但却又省略了他的洗礼 或借着耶稣之名 自夸自礼 曾经有一位失伪的牧师 宣称每月只花费三百元 用于生活 作为一项巨大的成就 他常常猜施 他个人花三百就可以生活了 他外出旅行时 甚至可以不用带钱 因为他的信头 会支付他的各种开支 信头的钱就不是钱了吗 难道信头的钱 就是一钱不值 而只有他自己的钱 才值钱吗 这个基督教徒灵 曾称无乱他什么时候 施要什么 他要做的事情就是祈祷 神啊 给我付一下旅费吧 我相信你 我的神 他祈求时 有些信头就会掏腰包 给他献金 听听这些人所说的话 好像有什么可以猜施的 你们的脑子里是怎么想的呢 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三字十七节 当下 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 见了约翰 要受他的喜 约翰想要拦住他 说 我当受你的喜 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 耶稣回答说 你暂且使我 因为我们礼当这样尽猪般的意 于是约翰使了他 耶稣受了喜 随即从谁里上来 天忽然为他开了 他就看见神的灵 仿佛鸽子降下 落在他的身上 从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这段话描述了 耶稣接受洗礼所发生的事情 当耶稣在约旦河 接受约翰的洗礼 并从谁里生了出来 天堂之门为之洞开 听了圣父的话 这是我的亲儿子 是我所喜悦的 这时约翰惊呆了 使徒约翰两次在约旦河惊呆 第一次惊呆 是看见耶稣走到他身边 要受他的洗 第二次惊呆 是受洗之后 天门洞开 听见了圣父的话 这是我的亲儿子 是我所喜悦的 耶稣接受约翰洗礼的 原因是什么 马太福音第三章15节 给了我们答案 让我们再读一下 15至和16至 耶稣回答说 你暂且使我 因为我们礼当这样 尽诸般的义 于是约翰使了他 耶稣受了洗 随即从水里上来 天忽然为他开了 他就看见神的灵 仿佛鸽子降下 落在他的身上 马太福音第三章15节 告诉了我们 为何耶稣接受 约翰洗礼的原因 尽管耶稣是天国的 大祭司 是神的唯一的儿子 然而降临世间 为了从罪孽中 拯救出我们和他的百姓 换句话说 耶稣降临到世间 作为支付我们 罪的公价的祭品 并将这些罪孽 涨嫁到他自己身上 替我们做出了牺牲 这就是耶稣寻求 约翰施洗的原因 为何耶稣单单 受使徒约翰支洗呢 因为约翰是人力的代表 因为凡妇人属生的 属他最大 马太福音第11章11节 说 凡妇人属生的 没有一个兴起来 大谷施洗约翰 使徒约翰死自旧约圣经时代起 马拉基收所预言的神的仆人 看啊 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 来临之前 我必差遣先知 以雷亚到你们那里去 马拉基收第四章第五节 使徒约翰就是那个 神承诺差遣的 以利亚 为什么神称 使徒约翰为以利亚 以利亚是一位先居 他使以色列民归心于神 那个时候 以色列民崇拜 巴尔为他的神 但以利亚 向他们所示 谁才是真正的神 是巴尔还是耶和华神 他就是那位先知 借着信仰和献祭 他向以色列民所示了 谁才是永恒的神 并引领那些崇拜偶像的人 回归于神 这就是神在圣经末尾 如此做承诺的原因 我将给你派来以利亚 因为所有的人力 都是按照神的模样 创造出来的 他们都在错误地崇拜 偶像和恶魔 所以神告诉他们 派他的仆人 引领他们归于神 如此降临的人 就是使徒约翰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 十三自十四节断言 因为众先知和律法预言 说到约翰为子 你们若肯领受 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 这个来临的以利亚 就是使徒约翰 第十一自十二句 是这样写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妇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兴起来 大过施洗约翰的 然而天国里最小的 也比他大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 到如今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这里所说的 凡妇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兴起来 大过施洗约翰的 表明神提升 使徒约翰为人力代表 神使约翰先与耶稣 六个月诞生 神使他为旧约圣经中 最后一位先知和祭司 因此 这位地球上的大祭司 使徒约翰为耶稣洗礼 并将人力所有的罪孽 都涨嫁到他身上 换句话说 使徒约翰为耶稣洗礼 就是要将世间所有的罪孽 涨嫁到他身上 耶稣接受约翰洗礼的原因 就是借洗礼将人力所有的罪孽 斩驾到自己身上 这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 第三章十五节中 这般说话的原因 你暂且使我 因为我们理当这样 尽诸般的义 由于只有接受 使徒约翰的洗礼 斩驾世间所有的罪孽 才能完成诸般的义 因此耶稣说 理当 神用这种方法拯救了他的罪人 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 和旧热圣经中的暗熟是相同的 换言之 暗熟是在旧热圣经时代 在梵祭坛前将罪孽 涨嫁到献祭深处的身上 降临世间接受洗礼 耶稣基督完成了暗熟的承诺 包括无论什么时候 罪人做日常奉献 通过暗熟将他们的罪孽 斩驾到祭坪深处的身上时 或在七月份的第十天 做每年奉献时所做的承诺 这一天是大熟罪狱 大祭司通过暗熟 将以色列民一年来 所有的罪孽都斩驾到祭坪身上 和旧热圣经按手相同 耶稣通过洗礼 将世间所有的罪孽 斩驾到自己身上 祂清洗了所有的罪过 因为祂将人力所有的罪孽 斩驾到自己身上 祂替我们承担了这些罪过的审判 并为我们做出了牺牲 耶稣基督就是这样 成为我们拯救自真神 因此 我们必须确定承认我们的罪孽 我们不能避免地 要面对死亡和审判 我们必须认识和感觉到这点 我们必须认识到 耶稣是我们的救世主 祂降临世间 为我们做了牺牲 从而拯救了我们 也就是说 通过祂的洗礼和拯救工作 被钉在十字架上复活 耶稣洗脱了我们的罪孽 完成拯救了我们的罪孽 我们必须相信耶稣 以赐予我们拯救的礼物 完成了祂的拯救 并将完成拯救 这位礼物赐给我们 耶稣完成诸般的义 因此如果有人想要相信 如果有人要接受 那么他肯定能得救 要使我们认识到这一点 惠幕院子大门 是用蓝色、紫色和周红色线 及西方亚马沙编织而成的 这也是当我们打开 和进入惠幕院子大门时 首先看见凡祭坛的原因 在凡祭坛上做的奉献 也是耶稣建议 拯救我们方法的影子 凡祭坛上牺牲的献祭品 得随着按手将罪人的罪孽 斩架到自己身上 并替罪人流血致死 然后将祭品的血 洒在凡祭坛的脚上 其余的血浇在地上 然后将动物的肉体和脂肪 放置在坛上作为祭品 这就是为神做献祭的方法 献祭的这些特点和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救世主的方法 是相同的 换句话说 通过献祭神向我们所示 耶稣基督将降临世间 用这种方法拯救我们 毫无疑问 这人的手得放在凡祭坛上的 献祭动物身上 这就是为何会目告诉我们 有关水和圣灵福音的事 耶稣降临到世间 通过洗礼将人类所有的罪孽 斩驾到他自己身上 洗礼是拯救的一种象征 通过接受洗礼 耶稣在圣父的面前 为了传人类所有的罪孽 成了祭品 通过会目 我们有了明确的信仰 就像在守罪节通过大祭祀的按手 献祭深处结束了 以色列民的罪孽一样 就像因他们的罪孽 斩驾到动物身上 而替他们牺牲一样 利未记第十六章 耶稣降临世间 将我们的罪孽 斩驾到他自己身上 并因这些罪孽 成了我们的祭品 确实成了我们的祭品 从而将我们从罪孽和审判中 拯救了出来 我们现在完全相信这种爱的拯救 借这种信仰 我们感谢和报答神赐予我们爱的拯救 无论一个人会目知识多么渊博 如果他不相信 那么他所有的知识都是无用的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并相信 耶稣基督的洗礼是多么的重要啊 会幕有三面大门 全部用蓝色、紫色和中红色线 及西纺亚马沙编织而成 人们对每面大门的描述有所不同 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所致 在这线的圣史中 制造编织的就是蓝色线 然后是紫色线 只有用这种方法制造大门 才能正确地描述会幕的真实大门 因为这正是神在旧约圣经时代 命以色列民建造的 为什么大门柔此建筑有一个原因 不乱耶稣是柔和以肉身 借着仇女玛利亚的身体作为救世主 降临到世间 如果他没有通过洗礼 将我们的罪孽 斩驾到他自己身上 他就不能成为我们真正的救世主 如果没有洗礼 他就不会被钉在十字架上 和在十字架上死亡 因此蓝色线最早编织 其相关的重要性是极其关键的 我们必是相信谁 因此我们必是相信拯救了我们罪孽的耶稣基督 只有在我们相信了神儿子 即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 以赐入我们拯救时 我们才能完全得救 当我们相信了神的儿子 为我们的拯救之神时 当我们相信耶稣降临世间 通过洗礼将我们的罪孽 一劳容易地斩驾到他身上 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的审判时 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拯救 除了洗礼 别无他法可以将我们的罪孽 斩驾到他自己身上 只能通过这个政策的方法 他才能走向十字架 并在十字架上流血 死亡 尽管他是神的儿子 尽管他作为救世主降临世间 如果他没有通过洗礼 将我们的罪孽 斩驾到他自己身上 那么这个世界上就绝没有拯救 因此 详细确认你的罪孽 早已被赦免的圣经正直 就是基本的要求 让我们暂且假设一下 你欠下了一笔债 这时有人对你说 不必担心 我会为你支付的 你没有必要担心 我会为你解决这个问题 无论什么时候你碰到他 这个家伙都会告诉你 我没跟你说过不要担心吗 我告诉过你 我会关照这件事 让我们进一步假设 这个人甚至变得恼怒了 之外你为何不相信他 即使这个人每天都告诉你 我会支付的 请你相信我 而他事实上并不为你支付债务 你会因相信他而免除你的债务吗 当然不会 无论他多么自信地告诉你 如果你相信我 你的债务就解决了 如果他实际上不予支付 那么你的债务依然是存在的 这个人仅仅是在欺骗你 所以你再三询问他 支付了我的债务了吗 他会反复地告诉你 你为何不相信我呢 你应无条件地相信我 你应做的一切 仅仅就是相信我 而你却疑心病那么重 不要这样嘛 所以让我们再来假设一次 你全身心地相信了他 无论你多么相信他 如果他实际上并未支付你的债务 那么他的话都是谎言 这就是今天基督教徒的信仰 今天的基督教徒说 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流了珍贵的血 从而拯救了我们 他承担了所有对罪孽的审判 他就是这么拯救我们的 使得牧师就是这般向会众全道 当会众中有人站起来告诉他们 但我仍然是有罪的 他们会说 那是因为你的信仰不够 就凭相信 只有不相信才是你的罪孽 我也要真心相信 先生 但我不知道自己为何不能相信 我不知道为何 即使我相信了还是有罪的 我真心相信 你没有足够的信仰 你应更加相信 爬上一桌山试试斋戒吧 相信再加上饥饿几顿饭 如何 不行 你得既相信又斋戒 今天使得牧师会要求你相信 然而他们不能解决罪的问题 他们只会责备你不够相信 而另一方面 你尽力相信 但又很难相信 或者你确实盲目地相信了 但自己的问题依然存在 毛病出在何处呢 谁能解释 人们没有真实 而又强烈的信仰 是因为他们不知道 耶稣通过洗礼 将他们的罪孽 涨嫁到自己身上 是因为他们相信了 无论怎样相信 也不能解决罪孽问题的幻想 信仰出自毫无政治的无条件相信吗 当然不是 完整的信仰 出自你了解罪孽问题的解决方法 并相信它 虽然我怀疑过你 但明白不过的是 你解释了我的罪孽问题 无论我多么尽力想不相信 但我尽不住相信了你的拯救 因为这种拯救是肯定的 谢谢你拯救了我罪孽的问题 换句话说 虽然我们开死时曾经怀疑过 但因为拯救的政治如此的充分 我们不会再怀疑了 作为拯救的记号及其正直 耶稣向我们出示了 水和圣灵福音的收条 我是这样为你支付你的债务的 只有当我们看到 向我们出示已支付了 我们所有债务的收条时 我们才会有真实的信仰 即使我们承认相信神 说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神 是我们的救世主 声称相信这位救世主 如果我们没有他 以拯救我们的正直 以及他是柔和赦免我们罪孽的 那么我们也不能做到 很好的相信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没有已经完全 支付我们罪孽工价的收条 我们就不能确切地相信 没有看到收条而相信的人 起初好像有强烈的信仰感觉 但事实上 他们的信仰是盲目的 仅仅是一种 狂越宗教头式的信仰 狂越宗教头式的信仰 是一种好的信仰吗 如果一个牧师 自己有了狂越的宗教头式的信仰 而要求其他人也有相同的狂越 你会欣赏吗 请相信 接受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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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就如同火 让我们充满着火 我相信神会保佑你的 我相信他会治愈你的 如果牧师是这样步道的话 那么听众的耳根就会作响 心跳就会加快 当他通过高质量的音响系统 开始大喊大叫 火 火 火 听众的寝室已完全受到了控制 好像一种真实的信仰 已经降临到他们身上 并呼叫着 来吧 我们走基督 哦 来吧 圣灵 就在这个时候 这位牧师会进一步地煽动听众的寝室 甚至会说 让我们祈祷 我相信圣灵现在正在降临 并充满着大家 乐队立即演奏起激动人心的圣歌 人们高指着手 乐情养溢 他们的寝室到达了顶峰 然后牧师暗示说 让我们做奉献吧 智体地说 今天晚上 神要你们一份特殊的奉献 让我们将这份特殊的奉献 敬献给神 由于受到了情势的控制 人们倾朗而出 这位假牧师早已整备了一个 质大的讲道坛 足以装下所有的钱财 在前面放着几十个补充的网袋 在乐队开始演奏圣歌 人们欢欣鼓舞时 他就从听众中选派网贷的收款员 自愿则会全地收集盘 撒谎说奉献越多 赐福越多 由于煽动了人们的情势 这些假牧师引诱人们流泪 捐款 他们捐了款 却不知道自己被剥夺了 了解其中缘由和内情的权利 相反 只是由其情势所控制着 这既非给予神的话语 也不是任何形式的不道 只是一种濒临 欺骗边缘的宗教狂越和盲目的行为 就这样 只有宗教狂越式信仰的牧师 就是如此煽动人们的寝室 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如果我们知道 主已经通过洗礼 将我们的罪孽 斩驾到他身上 如果我们相信耶稣 就是我们的救世主 那么我们就不会动摇 而会保持平静 激励我们唯一的东西 就是耶稣通过洗礼 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并被钉在十字架上致死 当我们想到这点 身为神的耶稣 通过洗礼 承担了我们的罪孽 死亡 支付了我们罪的公价 我们极其感谢他 我们内心充满了极大的欢乐 但这种平静的激励 大过世界上的一切 任何浪漫的爱情 任何珍贵的宝石 都不曾超过他 相比较 源自宗教狂越情势的激励 是不会持久的 他们会思考这种激励 当他们每天犯罪 并因这些犯罪而丢脸时 他们会无地自容 耶稣承担了我们罪孽的审判 并为了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亡 我为何还要天天犯罪呢 因此他们丢了脸 并且随着时间的流失 不再受到了激励 更糟糕的是 他们羞与见到神 这就是神向我们展示 梵祭坛的原因 根据献祭制度 在梵祭坛上做的献祭 就是我们的救世主 因此 梵祭坛所思 耶稣降临世间 事实上 借着蓝色 紫色和桌红色线 及西方亚马沙 已立即拯救了我们 神要我们看见梵祭坛 祂要我们借着信仰得救 这个时代 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这个时代 我们重生人有十多事情是必须做的 首先 我们必须在全世界 不倒死和圣灵的福音 我们必须将真理全部的 那些对蓝色紫色和桌红色线 及西方亚马沙真理 一无所知的人 必须帮助他们 从地狱滋活的审判中拯救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有十多人 虽然贼贼耶稣 但不知道 不相信 慧慕所体现出来的 贼合圣灵的福音 为将这个真理 全播到他们 我们还有十多事情要做 我们要出版收集 并发送到全世界 从翻译 教队 编辑 到筹集资金 印刷 到向全世界发送收集 确实还有十多事情要做 当我们看到同事和义工时 我们就可以发现他们是多么的忙碌 因为神教会的所有圣头和工人 是如此的忙碌 他们在身体上承受一段兼制的时光 据说马拉松 禅袍者在到达42.195公里时 他们精疲力解 以至于怀疑自己是在禅袍 哈斯做着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事情 简言之 极度的疲劳 会使他们在精神上处于真空状态 可现在我们就处在福音禅袍的这种状态之中 为福音而活着 就如同朝着我们的目标进行的禅袍 死终不停下脚步 就和马拉松禅袍者一样 因为福音的禅袍 要直至主的降临 所以我们必须面对艰难 但由于主和我们同在 因为我们只有水和圣灵的福音 因为我们只有神 借着蓝色、紫色和周红色线 及西方亚马沙 拯救我们的信仰 因为我们相信最肯定的信仰 我们全部都能获得新的力量 因为耶稣赐予我们拯救的礼物 你我才能得到这个礼物 所以肉体的困难是难不倒我们的 相反困难越大 一人得到的力量就越大 我真心感谢神 从宗教上讲 在我们的内心 在我们的思想上 以及在我们的现实环境中 我们能感觉到 走赐于我们的新生力量 感觉到它与我们同在 因为我们能感觉到 祂正在帮助我们 支持我们 祂和我们同在 我们把更多的爱奉献给祂 因此 使徒保罗说 我靠着耶稣给我的力量 凡事我都能做 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 因此我们每天都承认 假如神不准使我们 我们什么事有干不了 不仅耶稣为我们 接受了洗礼 还被钉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做出了牺牲 直面死亡 死后重生 从而成为我们的救世主 无论我们什么时候 看到凡祭坛 我们都会提醒自己 相信这个真理 凡祭坛是用造假木 制作的 里外都铺上了厚青铜 其高度为1.35米 在中间放置着青铜网的壁炉 高度为68厘米 祭品的肉放在壁炉上焚烧 无论什么时候 当我们看到凡祭坛时 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是谁 我们还必须明白 耶稣以祂的肉体 接受洗礼 将我们的罪孽 斩架到祂自己身上 并在十字架上流血 从而承担了我们罪孽的审判 因为我们罪孽和审判 你和我在神面前确实不能避免死亡 因为我们的罪孽和审判 你和我不能避免死亡 并永远地遭受诅咒 但由于耶稣作为冗恒的守罪季 降临世间 就像旧日圣经中的献祭品一样 为我们接受了洗礼并死亡 从而使我们得救 献祭动物活的时候 看起来是逗人喜爱的 但按手后 接受了罪孽 切开喉咙 流血至死 是多么的面目可赠啊 我们这些本该这般面目可赠死去 却逃过审判 是一件多么质大的赐福啊 这种赐福已经可能 因为主已经赐入我们拯救的礼物 就像在蓝色紫色和周红色线 及西方亚马沙所体现出来一样 耶稣以肉身降临世间 通过洗礼和十字架上的流血 拯救了你我 从而赐入我们真正的拯救礼物 神就是这般将拯救的礼物 赐给你我 你在内心相信吗 你相信拯救的礼物 相信耶稣的爱吗 我们必须全部有这种信仰 当我们看到凡祭坛时 我们必须认识到 是耶稣基督这般拯救了我们 他这般牺牲自己 赐入我们拯救的礼物 就如同在献祭品上按手一样 就像祭品流血至死一样 耶稣就是这般承受了掘磨 赐入我们拯救 他就是这样拯救我们罪孽的 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在神面前全心全意地相信他 也心一意地感谢他 神要我们借着信仰 获得他赐入我们的拯救礼物 和拯救的爱 神要我们内心相信耶稣 借着谁和圣灵降临世间 完成洗礼的拯救和十字架的血 我希望你们全部在内心相信主的爱 并真心接受他拯救的礼物 你们是否在内心确确实实接受了他 谁这般为我们牺牲了 我曾经看过一份传单 说你为谁而死 你今天看到谁安慰过你了吗 耶稣为你牺牲了 你的心没有因此而得到安慰了吗 谁会接受洗礼 真正承担你的罪念呢 替你在十字架上死亡 以免除你的罪念呢 谁会流血死亡 将他的爱赐给你呢 谁愿意为你直面牺牲呢 是你的亲戚 你的子女 还是你的父母 全部是他们 是创造了你的神本身 为将你们拯救出罪念 神以肉身降临世间 接受洗礼 将我们的罪念 斩驾到他自己身上 被钉在十字架上 流血 承担了我们罪念的审判 成了我们真正的救世主 且死后重生 成为容身 直至金玉 并将他的拯救和爱 作为礼物赐给我们 你是否真心想接受这份 爱的拯救吗 你真心相信吗 无论谁 只要相信就能接受神 谁接受了神 谁就能得救 接受了神 意味着接受了神 赐给我们的拯救和爱 借着内心相信这份爱 这份罪念的赦免 这份罪念的承担 和罪念的审判 我们才得以拯救 这就是能获得 拯救礼物的信仰 会目中每件东西 都体现耶稣基督 神不会要求我们 做出任何的牺牲 祂要我们做的一切 就是在内心相信祂赐 我们的拯救礼物 为了赐给你拯救的礼物 我们降临到这个世间 就像旧热圣经中的祭品一样 通过按手 我已经将你们所有罪念 涨架到我身上 就像这份祭品一般 我为你承担了 这面目可赠的审判 我就是这般拯救你们的 这就是神借着会幕 小日给我们的一切 无论神是怎么拯救我们的 又是多么的爱我们 并这般赐我们拯救的礼物 如果我们不相信 那么这一切都将付诸东流 丑柜里的盐 应首先放入汤中 才能尝到咸味 否则 如果你我内心不相信 既是完美的拯救 结果也是没有用处的 如果你内心不感谢 祭和圣灵的福音 并在心里接受它 耶稣的牺牲就毫无价值可言 只有在你认识到 神所做的这种牺牲 我们的救世主赐于你的爱 并在内心接受它们 感谢它 拯救才能归属于你 如果内心不能接受 耶稣完美拯救的礼物 只是在脑子里理解它 那完全是没有用处的 你要做的一切 就是掌握这个真理 汤在火楼上 是怎么烧开并不重要 如果你只是想放入盐 而实际上并没有做 那么你的汤是 绝对不会变咸 只有当你内心接受 并相信耶稣已经借着洗礼 和为我们牺牲 拯救了我们的罪孽 就像凡祭坛上 牺牲的祭品一样 你才能得救 当神赐于你拯救的礼物时 只是感激地接受就行了 当主小日我们 他已完全拯救我们时 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仅仅是相信而已 是不是神赐于你的爱 只是一半 当然不是 主的爱是完美的 换句话说 我们就已完全和完美地 拯救了你我 因为他将我们的罪孽 斩驾到他自己身上 并在十字架上死亡 我们不能怀疑这种爱 他已完美地拯救了我们 并赐于我们拯救的礼物 我们必须全部接受神赐于我们的拯救礼物 让我们暂且假设 我们手里拿着一块 让珍贵宝石制造而成的 价值连城的珠宝 如果我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你 你会本能地接受下来 不是这样吗 多么简单和方便的就成了你的东西 要使这珠宝成为你的东西 你应该做的一切 只不过是伸出手抓住它就可以 就这么简单 如果你能敞开心灵 将你所有的罪孽 通过洗礼 涨嫁到基督的身上 你就能很容易地获得罪孽的赦免 并让这真理充实你空师的心灵 神就是这般向我们承诺 赐我们拯救的礼物 伸出你的手 抓住它 拯救就是你的了 如果你能敞开心灵 将你所有的罪孽 通过洗礼 涨嫁到基督的身上 你就能很容易地 获得罪孽的赦免 并让这真理充实你空师的心灵 神就是这般向我们承诺 赐于我们拯救的礼物 伸出你的手 抓住它 拯救就是你的了 我们获得拯救的礼物 并未支付一分钱 神乐于将这份礼物 赐于任何愿意接受的人 感激地接受这份礼物的人 就能获得祝福 欢乐地接受神的爱的人 就会默日在他的爱之中 他们就成了喜爱神 取悦神的人 接受这份礼物是正确的事 只有在你接受了神赐于的 完美拯救礼物时 拯救的真正礼物 才能归属于你 如果你在内心不能接受 那么 无奈你多么努力地尝试 拯救的礼物 就不可能归属于你 我也接受了这份拯救的礼物 呀 主以这般为我们接受了洗礼 通过洗礼 祂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祂为了我们最终接受洗礼 谢谢你 我的主 我就是这么相信的 因此 我现在是没有罪孽的 我已经获得了罪的完全赦免 如果你也想获得罪的赦免和得救 现在就请接受它吧 自从那时起 我就一直考虑着这份拯救的礼物 即便是现在 当我再次想到它 我认识到除了感谢神赐予我们的拯救之外 我别的什么事情也无能为力 因为这份拯救礼物 冻住我心 我将绝不会忘却 当我这一出 因为接受和相信水和圣灵的福音 既蓝色紫色和周红色线 及西方亚马莎所揭示出来的拯救真理时 我无限的感激 即便是已经过去了几年的今天 我依然具有同样一颗感激的心 并时时更新 耶稣确实降临世间拯救了我们 他接受约翰的洗礼 将我们所有的罪孽 斩驾到他自己身上 在十字架上死亡 承担了我们所有罪孽的审判 当我认识到 所有这一切全都是为了我时 我立即接受了这一真理 并使之成为我的 我一直认为这是我一生中 所做的最佳的一件事情 是最明智的事 因此我相信神是真心爱我的 关心我 我还相信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因为他爱我 神啊 我要把所有的感谢献给你 就如同你爱我一样 我也爱你 承认对于重生人 是一种极大的快乐 神的爱是亘古不变的 就如同他次于我们的爱 是亘古不变的一样 我们对于他的爱 也是永恒不变 有时当我们遭受掘磨 和面对困难时 我们的内心或是会迷失方向 会忘却 辜负他的爱 但即便是我们被痛苦压垮了 失吃了拒绝 神依然诚恳地保护着我们 使我们的内心 绝不会忘却他的爱 神永远爱着我们 他为我们而作为一个造物主 降临世间 因为他热爱我们 才得以致死 现在我恳求你 为了自己相信他的爱 在内心接受这份爱 你相信了吗 我感谢主 用他的爱 完美地拯救了我们的罪孽 我感谢主